有没有去净土你写四个字他就知道 那这个佛法并不是你装得出来的东西 你可能大多数人被你骗一骗 所以有智慧的人一看就知道 你这个人是不是守戒者 是不是有修行者 所以不要活在人间 各位要活在诸佛菩萨的心 我要让诸佛菩萨看到我 要让天人护持我 因为我保持在这种正念正行 所以千万不要再人比人 人比人气死人 好像大家都在争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就意义不大 台湾你把地球打开 台湾不会小小小小小一块 你就变得要死 那地我们家的 我们家一百家又怎么样 那你要看看整个地球有多大 但是人就站一块 你看我家后面还有游泳池 游泳池干嘛 好看的从来没有家人在游泳 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面子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感受 感受到我有游泳池 所以我这一次去欧美国家 我看到很多华人都移民到那边 移民到那边当初一起 房子那么漂亮 便宜买下来 然后没有要住 养蚊子 因为去那边住好无聊 人家是要去养老 那你去那边住干嘛 所以风光再怎么好 心里不高兴 你去住海边没用 准备跳海 人家是住在海边 享受海边 这个房子特别贵 它已经有那种 那种色界天的福报 它就可以住在海边 很清静 享受大海的声音 享受自然的阳光 对不对 它心中充满欲望 它坐海边干嘛 拿望眼镜看哪里有比基尼啊 它有欲望 那些坐海边干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 人都会一死的冲动 一死冲动 所以我这次去加拿大 他们就跟我哭 哎呀 师父惨了 加拿大政府啊 多了一条叫空屋税 这个房子买了不住啊 加10%税金 这下大条啊 你买300万要付10% 哇 这下大条啊 那我说借给我住 借给你住也不应 除非你交给我税金 租金 不然呢 这个不算 这叫空屋税 我现在整个都有一点 当初买那么大干嘛 大家都累了 这个叫租行无常 越大压力越大 对不对 这叫富人税嘛 大部分呢 他们缴的钱 特别在我去看 美国荷兰 40%的税金 你越多 你赚的越多 政府抽了越多 这也是合理 你赚的越多 对国家 对社会福利要付出更多 你将来也是享受 这个合理的嘛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因果思想 他会觉得富得多 有这个因果思想 哎呀 国家替我路都不好了 对不对 欢喜 而且你这个钱 也跟大家分享 也是一种不失 讲到烧 不是他在烧 是把你所有的生命财产 烧给众生 好不好 你还有这种 关修 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个关修 你永远觉得说 身体是我的 财产是我的 那你永远有一个执着 不能够接受他的变化无常 所以每天晚上各位睡觉 当作怎么样 来 死掉了 好不好 你要睡觉 要躺好 吉祥我 我会来 放下 这个放下不是讲 我明天要干嘛 那是明天的事情 今天可以死 这一刻可以死 好不好 下回忆人带一具棺材来 把关灾结睡里面 顺便把你密封 对不对 家 什么 属家 属里空 对吧 把你封死 这样 然后你就觉得 无所谓 有没有八关宅结 哇 就像上瓶网生 对不对 你要有这个放下的心态 但是女人没办法 我要嫁给这个男人 然后我要好好跟他生活 我要为他生儿子 你不能嫁我那我告诉你 那些东西是真的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还没结婚呢 我再告诉你 千万不要结婚 好不好 别说了 真的你不要去想 没办法 我寂寞 我要有人陪我 要满足欲望 那个都是颠倒妄想 现在你已经懂佛法了 你还在想那个就很奇怪 但是各位爸爸妈妈 你要想尽办法接触你的儿女 让他有机会接触佛法 而不需要再走那种轮回路 那了解吗 你没办法影响他 代表你佛法修行不够 你佛法如果入心了 产生一种佛法的人格 谁不被你感化 这么解脱 这么快乐 这么有意义 他就不需要去读什么博士了 他要读的是帮助众生的 方法 要去帮助外国人 所以我去学英文 要去帮助日本人 所以我来学日文 而不是说我要去日本赚钱 对吧 因为想法才会改变 佛教的人格不用太深 一个自立的想法 变成一种利他的想法 什么叫自立 真正的自立就是 断除轮回烦恼 生命的苦这才叫自立 而不是赚钱漂亮衣服有钱 这个是自己伤害自己 所以没有这种有所求的自立 断烦恼正空性 唯有利他 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帮助众生 所以我想我们做多嘛 包含这两个意思 把自己的执着 完全烧掉 不施给众生 也透过不施给众生 愿他们捏一下 吃极解脱 这个叫什么 八观灾界多嘛 这里面加入今天的八观灾界 放生 佛钱时供养 于兰盆法会 对不对 供生 哇都在这里面 希望这些众生 一吃到这个味道一烧 哇各个闻极解脱 这样的意思吧 比如说你知道哪里有蚂蚁啊 你把它做的 捏了甜甜的 又加一点 他们蚂蚁喜欢吃 研究研究 到时候把自己分尸一下 撒下去 草里面 几一百只蚂蚁 几一只蚂蚁 慢慢吃 哇你太快乐了 并不是给它吃 是借过这个吃 得到你所修的功德 你送完一部地藏经 也做一个 啊地藏 替身躲嘛 你捏完大悲咒 也做一个 大悲咒替身躲嘛 那这样 甚至你用哪一瓶水 乃是十瓶水 念完地藏经 大悲咒修行 融入这个水 把这个水放在门口 供水 对不对 像我们在罗东 罗东那个海淘生命基金会 反正人家又不认识 但是每天门口摆一堆 免费大悲咒水 原住民都来排队拿 要不搞了 而且还知道你们念过的 念过好用 请很多人来念念念 对不对 拿水水都要 那你要给就给好一点水嘛 我们给的是泰山存水 一瓶十几块呢 那当然大家也要来抢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划得来 划得来 后来又送他们一些 揍的水给他绑一个 叫他回去要带起来 用各种方法 那我想佛法的推广啊 并不是说困难 但是你有没有心要做 你在家里每天 每天都念念大悲咒 药师咒 门口摆三瓶水 五瓶水告诉他们 你有感冒了 这个有念过佛啦 大悲咒啦 反正真的感冒也拿来喝看看 对不对 因为那个是瓶装了 又没人喝过 那你很虔诚 对方还跑了 你又有了 现在就我们家这样发修了啦 有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慢慢你家就开一个慈悲宫 免费供养 不收红包吧 对不对 你要帮助别人 不要收红包 出家人被供养 那是因为出家人没在赚钱 对不对 但是在家人帮助别人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在家人 我随分随利 我有三瓶水 我供三瓶水 我十瓶水 我供十瓶水 我为你们念药诗经 晚上你们就负责来喝喝水就好了 我每天做早课网课 今天念地上经 明天念药诗经 希望你们得到我的功德 这样 你把家家户户的门牌 都把它供在校斋牌位 告诉他们往生的名字给你 你把它供在超度牌位 哇 你做主旗啊 但是因为人家感动啊 为什么 哇 这个免费啦 对不对 没有伤害的 没有代价的 因为看你那么慈悲 这样你就慢慢在影响众生 那当然你越慈悲 你就越开智慧 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在这一点 各位要记住 有些人为什么开不了智慧呢 笨笨的呢 做事不善巧呢 因为他做事都有目的的 有所求的 或是显现骄傲的 你就越来越笨 你就越来越笨 越来越没福报 那你是无所求的 想要去服务别人 那你自然就会 源源不断开智慧 你只要想 佛菩萨就加持你 所以念佛的人要想 一切都是佛的加持 因缘不可思议 今天你选了这个房子 对方居然收了你定金 不卖给你 你不要生气 因为你在所报关这些修行 佛菩萨说 后面那一间更好 这样 他让你损失一点点 后面让你得到很多 那你要感恩 你不要说 好我来告你 我告你 不还我定金 这样 然后你反而后面的福报 统统不见了 所以各位在这种情况 你不要 我最近讲一个真实的 当然我到处讲 有一位女菩萨他结婚 结婚以后 那时候他怀孕了 问我们 我们说 送地藏经念七遍 念七遍 这个小孩子生下来 健健康康 结果他就念了七遍 后来四五个月的时候 去检查 医生说 这个小孩子可能糖氏症 如何如何 然后这个妈妈也不放弃 当然医生建议他流产 他不放弃 然后他就每天念地藏经 念到满十个月 让小孩子生出来 结果生出来怎么样 马上断气 太好了 超度了 超度了 所以各位 这个是 生下来一点 没有痛苦的断气 了解吗 他问我要不要再怀孕 我就随缘 如果你要再怀孕 你一定是菩萨再来 他现在决定 他要出家 因为他念满了 这么多地藏经 他已经了解道理了 这个小孩子就是度他最好的姻缘 所以我想佛教并不是说我念完以后他活着 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对 让他更执着 他视线死亡 他就发起菩提心要学地藏王菩萨出家 哇这个教育太好了 对不对 如果这个小孩子活泼健康 他不可能出家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这样来看事情 事情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只要你的动机 是非常正确的 你就不要烦恼 千万不要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那样 不要抱怨 消业障 人来这个世间是来修业障的 然后来结善缘的 不要抱怨 所以各位以后碰到要开刀 医生建议你要开刀 你要拖一下时间 为什么 先忏悔再说 业障没消除 冤亲在主没超度 开刀你马上完蛋 马上会让你更痛苦 因为冤亲在主 如果你没财毒 他会让你做最难的 最痛苦的医疗 最错的医生 最错的决定 这个叫冤亲在主 因为他就是要害你 你过去你杀他 伤害他 但是如果你跟他忏悔 忏悔以后 跪下来 又帮他做一些功德 又愿意用三宝来供养他 他一超度 你就不用开刀 也不一定 就算必须开刀 那你就会很简单 很干净利落 而且开完刀就很舒服的 那叫感应 但是千万不要 跟你的病抵抗 对立 再来 他说他本身是 鸡童 鸡心 天上圣母跟太子爷的 有一天我到一间庙 观音菩萨叫我 叫助我 告诉我四个字 明 心 见性 请问师父 我如何用观音菩萨的指示 帮助更多的众生 菩萨是慈悲的 你要帮助众生 最主要是明 心 见性 这个明 心 至少你要了解 你自己起心动念 你能够了解自己的贪嗔痴 然后自己要怎么去对质 你才能够见性 这两个 见性就是看到你自己的佛性 甚至密宗说看到本尊 念佛说看到阿弥陀佛 都可以了 但是这一点你要先做 然后你能够自己明心见性了 那你才能够引导众生 就近离苦 因为观音菩萨是要用 波罗波罗蜜多 让众生得自在 救苦救难是世间的方便 但是就近离苦 一波罗波罗蜜多 古心无怪的无怪的 古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这是观音菩萨 对众生的本意 那如何明经见性 那当然你就按照佛教的 戒定会的修行 然后呢多广修波罗蜜这些资粮 你不能说 哦那我就来求智慧就好了 这个明心见性是要有资粮的 所以佛陀又把明心见性 又变成一种道次第 要像各位来看看华言经 那从地上经开始看 地上经让你了解 月报因果轮回 布施持戒 药师经叫你如何 如何修行等等 普门品叫你如何 去除贪嗔痴 转化 乃至观音菩萨的力量 佛说阿弥陀经 乃至无量寿经 让我们了解生命的目标 那这些你都要懂 而不能说 我只为了明心见性 再去其他我都舍弃 特别很多菩萨修密中 我要交代一下 佛法必须经律论 要平等的去尊敬 特别从经要开始 修密中 结果你没看过地上经 也没读过 我这一次去欧洲 我在发现这个问题 他们很多人是修密中 上了很多课 那我就说 你念念地上经 似乎我们这边没地上经 他们念念钥匙经 钥匙经也没有 有没有念过 不知道 那我说 那你这个不是白修了吗 偏掉了 汉人 不是说不要修密中 而是汉人 已经流传了这么好的 圆满的经典 这个基本的要看 显密言隆 也不要说 看不起 你不了解汉传佛教的精髓 你修密中也白修了 你也只是懂了一个文化 而不是佛法 甚至是一种知识 而不是一种修行 每天每天在那边读书 修加行 我才可以得到后面的目标 修大手印大圆满 那变成一种考试 那个是有所求的 你没有把佛法用在生活上 对自己也没帮助 那变成一种知识 教育 而不是一种修行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 观念菩萨慈悲 要你去了解佛教究竟的道理 因为做基动 做一辈子也不究竟 因为用的不是你的本性 那当然 透过现代的人 这种基同 可以了解一些 全是因果 因人心在主 可以让很多人 信因果非常好 但是我们代人 要带到究竟 从世间法的因果轮回观念 带到解脱成佛 所以并不是说 做基同不好 而是做基同 更要了解佛法 对不对 界定会了解佛法 透过基同的方便 那可以度很多人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观音店 每天都有一个观音基同 在那边办事 我看客满了 打斤也来 对不对 免费的慈悲 这哪里错 所以有些人在骂说 这个神同不好 基同不好 这也是短见 他不了解了 所以对佛法太傲慢 也不好 因为善巧方便 我们佛教讲的是 动机存证就好 所以世间人求的 像各位板桥 然后悲宴奖堂旁边 这么多小妙妙妙妙妙 人家都有在办事基同 结果我们悲宴奖堂办不起来 因为没基同 赶快求三宝 对不对 来一个观音基同 还是我们太阳供基同 那边 对不对 那些灵童 对不对 带颜人随便 能够处理一些世间人 对不对 不同的事情 但是呢 动机是一个佛教徒 是一个菩萨 一个无所求的 平等受菩萨界 有悲愿的 这样去帮助众生 当然基同这个代言者 还没那么究竟 当然要修到你自己 真正开发这种素式的 一种菩提心 而有的神通 那是最厉害的 像广京老和尚这样 但是不是不可能 但是至少 至少 一步一步来都没有问题了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哈喽大家好 请问你今天洗手了吗 我是江坤俊医师 对抗病毒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要落实其洗手 一般我们常见的洗手方式 有肥皂湿洗手 跟酒精干洗手 一般我们会推荐 肥皂湿洗手 因为它可以彻底的 洗净你手上的细菌 跟病毒 又不会造成你的皮肤过敏 只有在你周围没有水的时候 我们才会建议你 使用酒精干洗手 所以情况允许 还是请你使用肥皂湿洗手 会比酒精干洗手好 另外现在大家 常常用次力酸水来消毒 在这边要告诉各位 次力酸水 一般是作用在环境的清洁 桌面的擦拭 千万不要直接使用于人体 它可能会造成你有一些过敏 刺激皮肤的现象 希望大家都能落实 清洗手 平安度过这次武汉肺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101.歐平安度过 ba 瓦菩提直吃 OD hoof inhale不 permitted for birth 日本初音量重极 测度 Ship 王菩提吉达穆达巴达亚蜜 那这个作物标准要背 因为我们受菩萨戒的人 看了一只动物 也要说 你要发菩提心 受三规十戒 哎呀 发这个 所以各位你经家庙的 看了土地公 看了王牙 都要念这个 王菩提吉达穆达巴达亚蜜 就是我们一起发菩提心 那是土地公 希望给你惊论 你叫我发菩提心 你也没法 你还要吃肉 你叫我还 那就不圆满了 所以我们要帮助别人 要引导你自己要先做好 所以大家一起发菩提心 王菩提吉达穆达巴达亚蜜 所以这个咒叫 一切菩萨成佛咒 太重要了 发菩提心咒 所以最高的回向就是 大家四四常行菩萨道 就是要发菩提心 这个最重要了 总共各位 你这样 特别人都会奉心 会疼还是会疼 你说会 但是不会退转 灵啊 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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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能退转 有时候人家会退转 因为你帮人都说给你买 你这人怪怪 钱不会拿去别的地方用 甚至各种批判 连老师傅都会骂你这样 你干嘛放生啊 然后各位的不能退转 因为佛讲了嘛 我受了菩萨戒 要方便救赎所有生命 那只贵子啊 都是我的老爸老母 所以每次他们在讲 我都说 等一下再讲 那只鱼子是我们老爸 我敢不可以救 那只贵子是我们老母 我敢不可以救 你讲了一百个理由 都不是理由 就是因为你没悲心 你放生一万兆 有两只死去 那很正常 但是还 那两只死去 同旧也还有生天 其他还活着 那你祖宗人放生 那你就说 全家都去死 都在干扰 你毫无理由讲这种话 没有一个理由讲这种话 所以呢 虽然事情有不圆满 本来世间就不圆满 但是我们随喜 但是我们希望做得更好 但是绝对 而不是反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佛教徒了 所以大家要生起一个大悲心 当我们被知识 卡了头脑的时候 就忘了慈悲心 那是最可怕的事情 一个人就要向台 你又在那里讨论 别吵蜜 他就在老回要死 大家还在开会 到底要怎么 他就已经死了 所以要先就再讲 那佛教要培养我们这样的心 特别 特别 祖师大德 刚刚刚挂麻 也要救那只鸡子 对不对 释迦摩尼佛 刚刚刚 辛苦 红家 也要救那只鸡 所以有人在讨论 说鸡 不能够 不能够 去够 人家 释迦摩尼佛 来救鸡 释迦摩尼佛 想的是当下的慈悲 而不会讨论那种 很自私的问题 所以一只鸽子 要被杀 国王领导 把全部的肉都割下来 要丢一下婚交 这没有讨论的余地 难道我们的老婆 要向台 我们兄弟来开会 看要向台 没有那个道理 为什么这样 知识分子 卡住了他的头脑 悲心不见 所以为了要培养悲心 奥佛理之道 不就把台上 各位要常念 奥马尼佩明 大家常念 不能被他们转掉 不抓去攻击 不敢来放生 这个不对 这个是佛在做的事情 众生也 做的时候 主比的是共用佛 每一个众生 都是佛兜的狗 救佛兜的狗 每一个众生 都是众生的臂部 救臂部 先救再说 所以我想 我们行菩萨道 就要有这种 怕救火队的精神 先救火 先停止痛苦 所以我想这是 佛为什么 第一个自定 不杀身 不杀身 不要任何生命痛苦 进一步要我们吃素 放射 进一步要 真正的解救生命 告诉他们佛法 究竟离苦的方法 一步一步的 所以 因为很多人没有念了 悲心退转 菩萨心退转 就开始变成一种 理论性的东西 不圆满了 所以各位 我会讲 是大乘心地观经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咒语 所以 佛要我们 天天要念 我 不得把 大阿弥 东观众心 发 菩萨心 成佛 度众神 你不念这个 然后你的心里面 就变成 刚才说的 枯燥法味 变成理论性的宗教 而不是一种 执心的 内心的 悲心的宗教 这样就失去了意义了 所以大家 为了这个 大家在念极变 当年所有众生 真正这是一种 感受到对方的苦 这种感受 这叫空性 自然的慈悲 老母对儿子 不用把他搁起 不用把他搁起 老母本来对儿子 就不用给他 不用给他救 那要讨佛学院 所以佛教教 修行到这个样子 自自然的慈悲 自自然的慈悲 大家带来读佛经 就好一点 读佛经变成一种 一种利益众生的方法 而不是一种 我喜欢 我喜欢打坐 我喜欢念佛 我喜欢持坐 然后不喜欢别人 跟我不一样的 这样心里就不圆满 所以愿大家心里 要开花 开菩提花 我喜欢这种 作曲 李宗盛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